各位好 弗莱贝尔灰熊 很久很久 三年的疫情 好 这个复画开始我们先用西世纪打底稿 看到现在的画面就是我们用冷到暖的蓝色 分别在不同的西世纪的底色上面去作画 注意可以看到留白的部分 打算待会儿用扇形笔去做出不同的笔触 因为我们这样这张照片 我是从影片里面结下来的 它的色彩非常单一 也就是蓝天占了大部分 所以我们用六大观念里面去看 当我们色彩里面非常单一的时候 这个会引起视觉的疲乏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edge跟明度的差异 来辅佐这张画 使得它这张照片看起来不让你 一下来看了就眼睛就疲乏了 好 所以我们预留了edge edge就是我们看到云朵里面 比较厚 比较圆 它比较没那么平 它会产生很多edge 海浪也是有很多阴影 有很多可以看到我用了大量的划刀 然后用扇形笔去划出波浪的笔触 最后为了对比这些波浪 我们来用划刀去划平最后面的 这些波平的地方 所以你看那个浪呢 它是有平的有凸的有平的有凸的 所以它就会渐渐的有靠近你的感觉 这样的话视觉就比较不会批发 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没有在画树呢 当我画到海 到静海的时候 我发觉静海的这个明度已经够暗了 我们点了一些黑色 那这里的明度跟edge 这两个目的我们其实已经达到了 我们如果再加上了树呢 那么有太多的edge 就完完全全会取代掉 这么变化多端的天空 好 因为我们今天三年来第一次 所以我也用了这个新的一个手机的录影方式 先用缩时然后再把它放慢八倍 所以凑起来刚好大概三分钟 这个三分钟我也意外地发现说 它竟然可以配音 这样也好 那我的这个耳机啊 这些配音的设备 还不晓得跑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就先这样来开始 慢慢来热身积累一下 回去找找看你的笔还在不在 硬了没 颜料还打得开吗 然后该刮的刮 西世纪的沉淀呢 该洗的洗一洗 然后该换的就换